看看新闻网 这就是曾经风靡全国的赵本山宋丹丹 山丹丹组合 他们在春暖舞台上塑造的一系列人物形象 成为了一代人心中的美好记忆 欢乐无限却无奈已经是曾经 然而当听到今年赵本山担任 雨林类节目总导演的消息时 我们的心中又燃起了希望 没错 据说目前赵本山跟冯小刚都已经向宋丹丹发出了邀请 山丹丹组合真的要卷土重来了吗 整个创作过程中我曾经哭过两次 是因为压力过重 我觉得我绝对不会去了 除非给我采取这个行政拘留啊 或者是什么判刑啊 回看当年宋丹丹这铁的心要跟春晚划清界线的下事 即便是本山大叔亲自出马 想让丹丹姐忘记当初的痛难度似乎不小啊 正因为这样据说本山大叔还为他准备了个替补 赵中祥是我的心中偶像 那倪平就是我梦中情人 快打打对 没错 就是这位梦中情人倪平 据悉原本杨氏2013年蛇年春晚 赵本山就曾与倪平秘密排练过一个小品中奖了 只可惜最终赵本山以某些原因退出了2013年春晚 虽然小品中奖了后来还是在某地方卫视春晚上得以呈现 但山品组合却始终未能出现在观众面前 对于上马年春晚仪式 记者指点倪平本人 他表示目前还不想做任何回应 事实上作为春晚主持元老 倪平要是自翻真能跟小品元老本山大叔来个武艰合作 那也是极好的 而在主持阵容方面 据说冯导将会邀请何俊和小S来代替竹军 董卿等一众老将们 一没有听错就是何俊跟小S 不过消息爆出没多久 春晚官方微博就潇洒回应 这事真没有 于是有网友常舒一口气到 吓一跳 要是小S上春晚恐怕父母的心脏受不了啊 如果今天电影春晚就有那么一回事报道 continued...